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念解如来真实应 各位师父 各位居士 各位大德 各位善知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到天台宗派教学 试炼处卷第二 第三讲 二五庭新哲 这一边呢 现在我们是讲到通教的试炼处 现在讲五庭新 五庭新 经文 明术同前 云和有益 讲五庭新 这五种呢 跟前面是一样 前是指 仗教 同前 同前面仗教 都一样 云和有益 那都是讲五庭新 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们仗通别远呢 都有仗通别远的 五庭新 它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过呢 大小圣的名词是多一样的 但是法义呢 它不同 所以这边呢 现在就讲 这个 明相呢 都跟前面仗教一样 那现在通教跟仗教有什么不同 说 云木明朱直通 讲说呢 云的眼睛 和这个呢 朱子 我们这个朱呢 说呢 都是一样的 都叫朱 但是呢 云的眼睛 它的理呢 不一样 那这个理呢 就是实相理这个会啊 它不同 趋直 趋 代表怎样 不正 那直呢 就是直接 那前面仗教 我们讲的是属于 西空观入离 那通教呢 体空观入离 一个是讲事 一个呢 讲理 那是跟理呢 它不一样 讲事的时候 争议多 讲理的呢 这个争议就很少 就很少 你像我们透过西空观 如何知道 诸法实相 它是无身呢 若是桌子 桌子就必须要怎样 拆掉 剩下木板 剩下角桌 剩下钉子 那如何知道 这个笔呢 它是实相是无身呢 一样 拆掉 但是有时候东西拆掉啊 就不能够装回去了 就像什么呢 就像人 人透过西空观 那怎么装回去啊 你说对不对 这个傻瓜一点啊 我们将我们的桌子给拆掉了 将笔拆掉没关系 若是房子呢 若是你为人父母 教你的孩子 孩子不懂 这个房子是空的 那怎么办呢 要不要拆啊 那可不行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这个西空观的弊病很多 那体空观呢 依理而入 就没有这种弊端 所以一个是坏色空 一个是极色空 不坏色空 所以两者啊 不同 所以这边讲 履别欺质 体系巧琢 不一样 前面已经讲了 大精灵果报五音 以受想行事 亦是亦罚 大波内盘经 里面讲 果报五音 这个五音呢 不但是指人 也指一切乏 总指一切乏 总指一切乏 那受想行事 也都是怎样 一样 当体极空 凡夫为苦为劳 二圣呢 愿不敬无常 出生时 菩萨观音 即是余真 更无别离 这边讲 讲出呢 凡夫啊 对于五音 我们这个五音世界 为苦为劳 没有乐的 是烦恼源 那世间是不是人都没有乐啊 也有 只不过都不多 不多 很少 少 称为 没有 你看呢 我们讲 说十对夫妻啊 有一对是幸福的 有一对呢 是差不多的 没有事的 八对都出事 天天吵闹 所以人是很痛苦的 你说对不对啊 是啊 乃至夫妻呢 很好 但是所出的子女 好不好 生了几个 总有一个来败坏你 让你操心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苦恼 真正呢 能够幸福美满的 这个家庭啊 相当少 所以这边讲 凡夫啊 为苦为恼 那二圣呢 怨不敬无常 出生时 二圣行人 这个呢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如是呢 宴里世间 断理烦恼 出得生死轮回 那菩萨呢 那菩萨呢 观音 即是余真 更无别离 菩萨 观这个五音世界啊 当体即空 即入空性无声 即入空性无声 所以 更无别离 那也就是直观 无声 那 说这三种人都不一样 对世间的观法不同 所以呢 因为思想啊 这个观法不同 所以生活呢 那也不一样 那这一边就讲到呢 下面讲 如伯福者 赌金成蛇 为之所害 福人见薄 得而用之 说伯福的人啊 说这个福报不够 看见金子呢 就变成 毒蛇 变成毒蛇会怎样啊 养了毒蛇 终究被毒蛇 咬死 那福人见薄 得而用之 有福的人呢 见到这个宝藏啊 得到他 能够使用 他这个就有一个典故 讲说怎样 说有一天呢 这个世尊啊 和温然去脱钵 那刚好之前呢 下过大雨 那下过大雨以后呢 去脱钵 经过一个山边 山边呢 这个破体啊 伐落 破体伐落呢 世尊就讲 哎呀 毒蛇 这个毒蛇 忽然一听毒蛇 哎呀世尊 我过去看看 一过去一看到 啊 回来禀报世尊 哎呀世尊啊 确实一条毒蛇很大 好啦 世尊跟温然走啦 旁边刚好一个农夫听到 哎呀有一条毒蛇 那毒蛇不是危害人家吗 太危险了 哎呀 我要为民除害 结果呢 他就过去了 哎呀 过去以后 带着锄头一过去一看 哎呀什么毒蛇 原来是怎样啊 一坛君子 因为以前没有银行嘛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就会将我们的钱呢 埋在地底下的多 原来是一坛君子 哎呀一看世下无人 哎呀这哪里是毒蛇 啊这太美好了 那于是呢 趁人没有看到啊 就拿回家了 拿回家以后呢 这个一有钱的以后呢 我们穷人啊 一有钱 一有钱以后怎么样啊 什么挥货 可见你没有有钱过 穷人一变有钱啊 马上盖大房子 对不对啊 你看哦盖房子啊 穷人最喜欢 台湾早期也是一样 向下哇这个 盖了三层楼五层楼 特别高 这个内地也是一样 相村里面都盖了很多 啊这个五层楼的 三层楼还不可以啊 一定要盖五层楼 结果都谁在住呢 都是他的父母亲 和他一个小孩 三个人住五层楼 因为他外出打工嘛 那穷人一赚到钱就叫什么 光中耀族 那以前我们中国人的理念就是怎样啊 盖大房子 啊这样子才闲耀 啊这样子才闲耀 好了这个农夫也是一样哦 以前很穷困哦住在一间破的茅屋哦 现在就怎样啊 哇这个开始盖了大房子 对不对啊哦 而且围起来哦 哦再来呢 吃好的穿好的哦 又有庸人哦 那因为他以前呢 这个很穷困 那你知道呢 乡下人呢哦 你家里面有几毛钱了 大家都差不多知道的 那忽然之间呢哦 哇他的改变这么大哦 造大房子哦 大庄园又有下人哇 穿的凌螺绸缎 一死之间啊这个不得了 哎那怎么会这样呢 此人勿容呢哦 穷常来就是贫穷的 现在怎么这么富有啊 所以呢 有人就去密告 那这一个人啊 哎这个不晓得出了什么问题 忽然之间呢哦 那么有钱啊 一定是做不法的事情啊 哎这个非抢即盗啊 好了 于是呢官方就给他抓来了 那抓来的时候呢 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有钱 哎 他也 他也讲不出来 哎这个因为这个啊 不能够讲的 哎 到国王那边去审问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有钱 后来讲了 哎呀因为我在山边呢哦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大雨啊 下了大雨以后呢哦 三坡滑落落出了一坛君子 所以我给他拿回家 拿回家现在变成这么有钱的 那 哎那在古代里面啊 这个叫做福藏 福藏 福藏就是保障啦 埋伏在地底的 这个福藏呢是属于国王所有啊 哎 国家国王所有 看到福藏呢哦 不可以私自拿回家的 哎 但是他讲呢 他全部交出来 这个国王不相信 啊 不相信 你一定还有 不可能只有这一坛君子 但是呢 他讲呢 我就只有这一坛君子 哎 再也没了 那国王不相信呢 就给判了死刑 那判了死刑呢 这个时候 要推出去 斩首的时候呢 那国王呢 就另外拍一个人 你去他旁边 哎 接近他 听他呢 这个 到底呢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那这一个人呢 要推出去斩首的时候呢 就一路练了 啊 世尊啊 毒蛇哦 啊 我快被咬死了哦 世尊啊 毒蛇哦 我快被咬死了哦 啊 啊 这个人听了以后呢 回去报告国王 哎 国王就叫他 慢一点 抓他来问 就问他啦 哎 你要被斩首呢 干世尊什么事啊 啊 你为什么一直呢 啊 说世尊啊 这个毒蛇哦 要被咬死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哦 之后他才讲出来 哦 那一天呢 啊 的经过的情形 哦 那现在呢 真的呢 快被给咬死了 啊 啊 啊 那这个就是呢 薄斧之人 啊 薄斧之人哦 哎 所以呢 这个福报不够啊 哎 你发现呢 啊 这个财宝得到保障 啊 对于薄斧的人啊 未必好事 哦 福报不够的人呢 哎 弱了 发了意外之财 说啊 非死疾病 啊 一个人之间啊 忽然得到呢 很大的财富哦 福报不够承受不了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的人黑心啊 有的人黑心呢 哎 这个得了不遇之财 得了不遇之财以后呢 啊 雖然没有死掉 但是就开始生病 哎 生病呢 那 开始看医生 医生怎么看都不好 直到他把呢 哦 不遇之财发光了 奇怪哦 病好掉了 啊 这个就是 福不消瘦 福不消瘦 那 哎 但是我们人呢 平常 也是会哦 不是只有得到不遇之财 才会这样哦 你看呢 我们人有时候会不会生病啊 也会哦 哎 那为什么会生病 除了过去所造的不善业之外 就是今生 啊 今生的过失 对不对啊 啊 今生的过失包括呢 啊 种种的损人利己也好啦 啊 你自己怎样啊 啊 这个 吃喝玩乐过度啦 没有注意你的身体的保养 都有 啊 那这个有远因和什么 静因 啊 哎 那若是一个人呢 所以呢 他这个果报就借由什么 你的生病 哎 生病 啊 那生病呢 看医生就要 花钱 你不花钱还好不好 还真的好不了哦 还真的好不了哦 啊 那这个就是福不销售 一定要 花钱 消灾 啊 哎 若是呢 如是的话 过去所造的恶业 敢得今生的恶果报 哎 那若是呢 如是福不销售 一定要生病把钱花掉的话 哎 那你可不可以将钱呢 去做一点善事啊 解一点善缘啊 哎 哎 那这个样子你是不是 变成呢 化灾为福啊 有没有 那 同样你都是要将这些钱花掉 但是呢 有一种生病花掉 还是你的孩子给你败掉 再来一种就是呢 你将这些钱拿去布施 啊 做善事 所以一个是怎样啊 抵消掉以前的恶业果报 一个是怎样呢 那 化灾为福 啊 哎 所以呢 这个要奉劝大家 有阴眼的时候我们要 那 那 多做点善事 哎 多做点善事 好 啊 那这个呢 对你来讲 哦 是消灾解烂也好 为将来积福 那 也可以 对不对啊 一举两得 哦 那你若是只是生病了 自己痛苦 还拿钱给医生花 啊 倒不如你做点善事 来得好 啊 对你今生啦 来世啦 哎 那都是好的 啊 啊 所以这里呢福报不够的人啊 赌金成蛇 为之所害 哎 那福人 健保得而用之 福人就是代表有智慧的人啊 哎 当你呢得到这个保障 哎 你可以怎样啊 使用它做好事 啊 像生文人 你看这个金钱啊 生文人 是为毒蛇 是为毒蛇 啊 啊 因为呢 啊 这个众生啊 贪嗔吃重 啊 贪嗔吃重呢 这个金领财宝对我们来讲啊 没有办法控制 啊 没有办法控制呢 会为之所害啊 啊 那生文人 所以怎样啊 哎 这个远离他 远离他 啊 啊 那菩萨代表 立根性的行人 啊 立根性 在这边菩萨立根性 能够 观空 啊 住在空 一切皆空 而且能够怎么 能够用 所以得此保障 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啊 所谓福人健保 得而用之 啊 我们说有福的人啊 哎 哎 这个 直指成淫 啊 那没有福报的人呢 直经成同 啊 说 这个 古人讲说啊 这个人就是没有福报啊 捡到金子也变成铜 哎 因为金子 比较价值还是铜啊 啊 黄金比较价值嘛 但是福报不够啊 明明是捡到黄金啊 回家一看变成铜 哎 那福报呢 够的人呢 捡纸成银 啊 这个 这个呢 本来是纸张对不对啊 啊 这个纸片 捡回家变成什么 是银来的 啊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人的福报啊 啊 这个就是这么巧妙啊 说呢 经文 说 苦地既然 三地一儿 啊 苦极媚道 啊 那我们讲苦地呢 既然是这样子 其他三地也是这样 众生不知 莫在于苦 造二十无有 轮缓婉转 无解脱其 啊 那众生不知啊 啊 这个一切诸法 世间皆空性无生 哎 那因为我们 无禀不知 所以 直起 懒生为己 啊 懒生为己 这个使用叫贪爱 一贪爱 就 莫在于苦 啊 而且为了自己 造作二十无有业 啊 所以呢 于是 轮转婉转 五五解脱其 啊 就不得解脱 哎 哎 不得解脱最主要 啊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 在哪里啊 贪啊 怎么是贪呢 怎么会引起贪呢 啊 有我啦 对啦 因为有我 所以 没得解脱 解脱呢 解脱呢 换句话说解脱呢 解脱就 就无我了 对就无我了啦 对啦 聪明 对 那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所以我们讲呢 有我 就是等于生死轮回 无我 就是等于解脱 就这么简单 这个文呢 讲了很多 对不对啊 讲到最后 原来这个很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一枪毙病 哈哈哈哈哈哈 郑重心脏红心 啊 这个最简单啦 你若是呢 很多记不起来 你就干脆记这个样子就好 有我 就是等于 生死轮回 无我 就是解脱 那那这边呢 就是在讲我们凡夫 因为有我 所以你要知道 有我才会造作呢 二十无有 因为有我了以后就 有我执 有我就有我执 有我执 就我爱 那我爱我贪 于是未及造作一切 二十无有 生死轮回业 那菩萨为此而起大悲 花红是焰拔苦以乐 所以菩萨为此 为此是为什么 为这些无名的众生 而起这个大悲心 花下这个世弘愿 愿意拔苦以乐 那菩萨如何能够 为众生拔苦以乐呢 菩萨凭什么能够 为众生拔苦以乐呢 前面不是已经讲了吗 刚才不是讲 这个福伯的人 这个赌金成舌为之所害 福人健保得而用之 有没有 那现在菩萨凭什么 他能够拔众生苦以乐 对啦 菩萨能够了知一切法 借空无身 而且了知世间一切法 空性无身以后 他能够利乐众生 那利乐众生就是慈悲心 表现在慈悲心 我自己断烦恼 我也呢 要让众生同断烦恼 所以他知道空性无身 他也要让众生同得空性无身 那这个就是呢 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就是用 知道无身的用 那就是前面 健保而能用 遂化事业 所度如虚空 菩萨虽然化世事业 要度化众生 但是所度的众生呢 就跟虚空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刚才不是讲了吗 世间一切法 皆是空性无身吗 那空性无身 菩萨自己是空性无身 众生呢 众生也是空性无身嘛 对不对啊 所以菩萨所做 到最后 空无所有 你说傻不傻瓜 若是我们做了老半天 你说我们去上班做了老半天 老板不给工资 我们还做不做啊 不做 对啊 你看 菩萨你看 竟然所做 度化一切众生 到最后说什么 空无所有 那为什么 老板不给钱 你就不做 菩萨 也一样 不给利益 为什么他做啊 一个是世界 一个是出世间 一个是出世间 啊 如果是老板都不给钱 那你工作了一个月 老板都不给钱 再来也不给钱 那你吃什么喝什么 你说对不对啊 既然喝空气就能够生活的话 那为什么要去工作 啊 对不对啊 你说喝空气就可以生活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呢 那也不用工作 那 那 那这一边就是在讲怎么样 菩萨到啊 可歌可泣的地方 啊 为什么大圣经中啊 这个 一直在赞叹菩萨的功德 你看哦 菩萨了知一切皆空 然后他愿意怎么样啊 杜俊啊 如虚空的众生 啊 啊 所以这边讲说怎样啊 啊 这个虽发誓愿 首度如虚空 啊 虽是断 如 如 空 共斗 啊 哎 他誓愿断除烦恼 烦恼呢 烦恼有没有 有没有 有 哎 探餐吃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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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探餐吃 探餐吃怎么油呢 对啊 对啊 试验断除 烦恼啊 哎 但是下面就有什么 如 空共斗 哎 空就要虚空 好 你现在 他讲的菩萨断烦恼呢 就像呢 拿着刀来 跟虚空对抗 哎 你说 你拿着刀 要将这个虚空捅死他 有没有办法捅死他 你又没有办法把虚空给砍断他 没有办法嘛 那是不是白白浪费力气啊 那虽然白白浪费力气 但是菩萨 做不做 做 啊 啊 这边在讲呢 烦恼啊 本不可断 但是呢 哎 是断一切烦恼 因为烦恼 烦恼性本空嘛 贪性本空 对不对啊 哎 虽然贪性本空 试验断除 啊 一切烦恼 哎 那就是什么 如与空战斗 啊 试验 度化一切众生 众生皆空 就好像什么 啊 如度虚空一样 啊 啊 雖安 如空种树 啊 啊 啊 所以那菩萨行 就好像什么 空中种树一样 哎 空中有没有办法种树 没有嘛 对不对 树要种在地底下嘛 哎 这个在讲什么呢 啊 在讲什么 不可能的任务 哎 什么的 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 菩萨做了那么多啦 到最后说怎样啊 空无所有 虽然空无所有啊 但是他愿意怎样啊 啊 度尽如空的众生 试验断尽 如呢 空的烦恼 啊 啊 所以这后面讲 衰昧十五得度 啊 所以观一切无所有 无所有 顾空 空故不生 不生不昧 畢静 清静 啊 那前面就是在讲什么 菩萨行 尊贵的地方 啊 就是我们凡夫知道呢 诸法皆空还做不做呢 啊 啊 凡夫不做 凡夫是什么 表现在贪嗔痴利益之上 对我有利的我才做 对我没利的呢 我就不做 啊 啊 啊 只看利益 啊 那生文人 虽然能够断除烦恼 但是没有大悲心 啊 那菩萨呢 啊 知道主法皆空无所有 但是怎样啊 试验度尽如空的众生 啊 试验呢 这个断除啊 啊 如空的烦恼 啊 那行者虽作此官 其心服役 如犬足快 若欲色战 睡眠分熟 哎 如陀得软 啊 啊 所以行者虽然做此官 做此官就是官怎么样 世间一切 十项 空性无声 虽然一切空性无声 无所有 但是呢 是不是就能够安住在无声 啊 没有办法 所以说什么 其心服役 如犬足快 啊 福役呢 就是指 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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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飞 啊 这个打坐的时候啊 啊 虽然知道呢 诸法空无所有 啊 十项空性无声 啊 十项空性无声 但是呢 妄想 纷飞 就好像怎么样啊 啊 啊 就好像这只狗 啊 啊 这只二国呢 追着骨头一样 到处跑 啊 啊 是吧 若一色善 睡眠昏熟 啊 如陀得软 啊 若想要呢 射受我们散乱之心 啊 啊 散乱 啊 这个什么 昏 睡眠昏熟 就代表什么 昏尘 啊 前面是举盖 这一边是属于吊盖 啊 说啊 如陀得软 啊 这个陀呢 啊 就是这个什么 朱婆隆 啊 这个鱼啊 朱婆隆这个鱼 啊 说啊 当之 不修庭心 心不得住 啊 所以呢 我们若是不修行这个五庭心 啊 说来对知他 啊 这个心呢 啊 啊 就不能够呢 啊 制止一处 啊 说 虽做慈节 是指做善 如有眼无足 不得入慈 啊 说 虽然做是观节 是指做善 直 啊 那 直呢 就是指 指 无声离 啊 直相对的就是趋 啊 前面呢 讲的趋 啊 那直观无声离 啊 做善 有方便善巧 方便善巧 啊 那 啊 如有眼无足 不得入慈 啊 欸 在这个 指观里面讲啊 啊 啊 指观里面讲呢 慧 慧 慧是怎样 呃 在我们指观里面讲呢 哈 说慧如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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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眼目 啊 啊 定呢 啊 如足 啊 慧主被固 入清凉池 啊 啊 啊 若是呢 啊 有眼 啊 这个 无足 啊 有眼无足的话呢 啊 啊 说这个人啊 是偏向于慧 啊 那 约狂 啊 若是呢 有主无目呢 说 一忙云重忙 相牵 入火坑 啊 那必须要 慧主被固 那也就是定慧呢 啊 啊 这个均等啊 啊 入清凉池 清凉池 就代表解脱 啊 清凉相对就是热闹呢 啊 才能够入到什么 解脱 啊 得入解脱 啊 那 所以这边讲 说啊 遂作慈节是直善 啊 虽然呢 我们知道诸法无生 啊 啊 观这个什么 体空观啊 啊 啊 观众阴眼所生法 既然是众阴眼所生 诸法 本空无生 啊 啊 那所以哦 这无生意呢 就好像什么 油盐 啊 但是无足 代表有没有定 没有 所以可不可以入池 入这个清凉池 不行 啊 不得解脱 啊 啊 若善用四溪坛 啊 前面我们讲个四溪坛 有 世界溪坛 为人溪坛 对日溪坛 第一溪坛 啊 用这四溪坛 来修五庭心 啊 说 及得助官 啊 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怎样啊 造了烦恼 入道实相 那这样子就好像什么呢 如密室无风 造物得了 就好像在一个什么样啊 密室里面 啊 既然是密室 有没有风 没有 没有风 这个时候呢 灯光造物啊 啊 就能够清除明了 哎 若是有风呢 啊 这个灯 这个灯火啊 会飘 啊 会飘 会飘动的时候呢 造物就不得明了啦 啊 所以这边就代表怎么样呢 这个 定会具足 啊 这个密室无风 就代表禅定 有灯光 就代表会 啊 造物明了 就代表 啊 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 清楚的 观察 诸法 啊 那 那 当之安那般那 三是佛 入道出门 啊 又云 亦为干路门 啊 说 安那般那 也就是属习法啦 啊 我们讲这个 五庭心 啊 五庭心 第一个 我们讲说 多贪众生 不敬观 啊 多称众生 慈悲观 慈悲观 散乱众生 俗习观 愚痴的众生 因缘观 多障的众生 念佛观 啊 啊 啊 但是呢 这个是教理 教理第一个呢 先讲 多贪众生 不敬观 若是讲禅典 第一个 我们先讲 鼠习观 啊 哎 这个教点跟禅典不一样 啊 这个代表他的什么 侧重点不同 啊 这个教点跟禅典不一样的地方在教点呢 教点要采明十项离 但是十项离呢 他要先讲出什么 烦恼的来源 烦恼是怎么来的 啊 所以呢 他先讲这个什么 不敬观 先讲不敬观 啊 来入十项 那禅典呢 最主要是讲世修 讲这个世修 啊 那讲这个世修呢 所以第一个 他就先讲什么 鼠习观 哎 因为你的内心散乱 有没有办法观啊 就没有办法 啊 对不对啊 妄想纷飞 那妄想纷飞的时候呢 那你如何起观呢 你说要做不敬观 没有办法做 啊 所以第一个 哎 在这个禅典里面 武庭心第一个 一定先讲属习观 为第一个 啊 那若是在教典呢 那第一个他就先讲 不敬观 哦 所以他的排列有一点不同 啊 啊 那代表他的 讲法特性的不同 啊 啊 啊 所以侧重点不同呢 有时候教典的排列 他也不一样 啊 不是说他写错 啊 那这一边讲 安娜班纳是三世佛 入道的出门 啊 三世诸佛啊 刚刚一开始 都是先学 安娜班纳 啊 啊 所以我们呢 凡夫 学习这个 佛菩萨之行 解脱道 我们第一个也要先学什么 属习观 有人说呢 哎呀 我属习不行 心反而乱 我练佛呢 啊 反而不会乱 可不可以 啊 可以啊 你说得了 哈哈 啊 啊 啊 你那一种呢 可能是呢 都是散心的恋 啊 他这一边是在讲什么 进入道止观 进入道止观 啊 那打坐修行 止观的时候呢 他有什么 身 心 习 啊 那种种 啊 所以不是像你呢 哎 我 我一般人呢 这个样子呢 这个 我属习一二三 哎 不行 哎 反而练这个练佛 练欧毕陀佛 这样的往生好 啊 我们不是说练佛往生不好 你懂不懂 哎 也就是说啊 你先要有这种基础性 哎 调身调喜调心 而且这个气 下丹田 要按到这一套方式来 这个是什么 止观的基础 啊 啊 一切的基础 你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再转到练佛 可不可以 可以 哎 哎 那就可以 若是你安娜班娜呢 这个 初入席啊 弄得不好 直接 跳过去 我们就来练佛 这样子 那不行 那不行 啊 这个生理心理 都会出问题 再来到最后呢 啊 会练不下去的 啊 啊 这个不可以 啊 所以你看呢 三世诸佛 小圣也这么写 大圣也是这么写的 三世诸佛一开始进去 都是从什么 安娜班娜属 啊 所以这个出门 啊 所以他又叫做什么 甘露门 啊 这个甘露门 哎 这个甘露门呢 一般在欧横里面啊 他都称为什么 二甘露门 二甘露门 那 那 那二甘露门呢 第一个就是不禁观 啊 啊 第二个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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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佛出成道的时候 啊 啊 大部分的讲的都是属于 不禁观 啊 哎 那 久了之后呢 生团人数多了 多点以后呢 后来呢 啊 这个有比丘来休息 这个不禁观 啊 这个观入不能够观出 啊 而且有的时候他厌理身体了 啊 啊 后来就闹了什么 啊 自杀这个问题 那后来就讲什么 属习官为多 啊 啊 那属习官就没有这个什么 不禁观的弊端 啊 啊 那当然啦 对治烦恼 啊 对治烦恼呢 成效要好 要 不禁观比较好 啊 那就是论安全呢 属习官安全 啊 再来 除了这二干入门以外呢 啊 在欧凡经里面啊 实则 还有 时常讲一个 落日官 啊 那大家呢 都一般人都忽略掉 还有一个落日官 啊 啊 那 光明云 啊 光明云呢 这个光明就是金光明经啦 说 即开甘露 入处十等 啊 啊 甘露称为限料 啊 能够让呢 人呢 起始回生 啊 所以 开甘露门 啊 入处十等 啊 就是说 我们呢 依此 而活 啊 那我们呢 啊 依这个什么 蜀习官 安那班纳 以此入解脱道 啊 既信 结以 当修五庭 为安那班纳等 啊 既然 啊 依此 而信 啊 如是呢 物入十相 而解 当修五庭心 安那班纳 啊 啊 那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啊 我们继续来看 一 绝观多者 绝观多者 当官入习不生 不生 初习不媚 不生不媚 习即是空 无人观所观 无人观所观 皆不可得 不可得即真 真即庭心也 啊 这一边观出入习 不生不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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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媚就是有嗎 對啊 不生就沒有嗎 那這樣子兩者有沒有相違 入息沒有 那怎麼會出息會有呢 會有入才有出嗎 對不對 這一邊的官呢 這個入息呢 跟出息先要關 那我們先看藏教 再回來看通教 先看藏教 藏教他的出入息是怎麼關呢 他是不是有西入跟西出 有沒有 現在我們講這個什麼 屬息對不對 現在應該是關息的 這邊應該這樣子 關息入出入息項 對不對 那這個關息 在這個經裡面實際上看到 這個佛的弟子 這個佛叫他屬息關 然後關這個出入息 關久了之後呢 他就以此斷煩惱 得到解脫 他怎麼關就能夠斷煩惱入解脫啊 怎麼關了老半天沒有辦法呢 怎麼關了老半天沒有辦法呢 大家可不可以想像 坐著在那邊 就這樣子 觀息入息出 息入息出 對不對啊 這個跟什麼有關係 這個跟什麼有關係 啊對啦 那 這個 一個習入 習出 這個就等於怎樣啊 生跟妹 生妹 生妹 有沒有 那生妹生妹 我們講生妹就是等於什麼 無常 啊 就是代表無常嘛 對不對 那由這個生妹生妹 他也看到這個世間 定中看到世間 是生妹生妹無常 所以無常呢 就變成呢 變成是什麼 世間的真理 世間的真理 真理變不變 真理是不變的 所以世間是永恆的無常 有生 就有滅 那 但是這個是世間喔 對不對啊 那我們佛法要講入什麼 出世間 啊 對啦 現在要講進去什麼 出世間 要講進去出世間才對喔 對不對 那出世間就看到 原來這些都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生 為什麼會生 這句話這麼重要 怎麼忘記呢 啊 對啦 這個生呢 是因為是什麼 眾因緣所生法 啊 然後 這個無常啊 是世間的真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會生妹生妹生妹 就像我們人一樣 死了呢 又生生了呢 又死 對不對啊 所以一直在生妹嘛 那變成呢 對我們人來講 就生死輪迴 對世間來講就是什麼 生妹無常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生死輪迴 那如何解脫生死輪迴呢 這個時候 就要從什麼 生下手 為什麼會來生呢 因為 眾因緣合合所生 眾因緣合合所生 才有這個生 生了 這個法就有沒有有 這個法就是國啦 國有沒有有 國是有的 但是這個有是由什麼 眾因而來 那所以這個國的真實相是什麼 啊 啊 信空 無聲 由這個地方而來 好 而此呢 啊 誤入了 到這個無聲法 誤入這個無聲法 說人 人這個果報 人這個果報是什麼 五陰四大 和和 對不對啊 所以有沒有實際的一個人 沒有 啊 那沒有就入到 信空 無聲 入到信空無聲 好 那心住在無聲當中 那還有沒有我 沒有我 就 解脫 入到出世間 好 所以呢 你看喔 這個行者 官出入席 是不是官出入席 就能夠誤到無聲 不是的 經典寫的是簡列 除了做屬席官以外 還要聽世尊說法 說教理 所以呢 他在禪定當中 官出入席 進出進出進出 忽然之間 他悟到 哎 跟聖妹法 無常相應 還是說 入到定中 觀察 哎 原來 人 這個時候 入到定中的時候 就變成 專注在出入席 還有沒有我 就 沒有我 就變成只是一個什麼 呼吸 原來人的生命 就是在 呼吸 就是沒有呼吸 就沒有病了 就沒有我了 所以我 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呼吸 那所以沒有呼吸 還有沒有我 沒有 於此 生命 這個呼吸 誤入到無聲 所以呢 很多人 學這個 慘坐 為什麼不能夠 得到解脫 因為他沒有學教理 所以他這個要學教理 教理聽了以後 然後在止觀當中 忽然之間 那 跟你的法義相契合 這個時候 你才有辦法誤入到無聲 如果是呢 你不曉得這個法義呢 沒有跟法義結合的話 那你有沒有辦法入到無聲 那你就沒有辦法 你只能夠在那邊一直數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 世尊教弟子在那邊數習的時候 那個人不是數了幾次 他就能夠誤入的 那一個人還是要數很久的 再來沒有打坐的時候 聽世尊 演說教理 然後回去打坐 做久了之後呢 忽然之間 就是怎樣 他藉由觀察 誤入到 這個無聲實相 是要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就是怎麼樣 定跟會結合 所以呢 你說定沒有跟會結合 那就定是定 會是會啦 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呢 學這個呢 學這個呢 你必須要學教理 那這一邊呢 我們講 觀入習 不生 出習不昧 也就觀習 不生 不昧 觀習的不生 不昧呢 習 習是什麼 習就是指呼吸 呼吸 那呼吸 剛才我們講 呼吸就是指什麼 命 到最後我們看到 我們的生命 原來是在什麼 呼吸 對不對 那命就是指什麼 我 所以這個時候 我一推 就是等同以呼吸 那我 我是怎麼來 對 我是眾因言所生法 既然是眾因言所生 諸法 本空無生 雖然是無生 但不是斷媚 對不對 是生 不生 不媚 還記不記得呢 以前我們在講這個通教的教理 通教的教理有一句話 說呢 是人若不知 不生 不媚 生媚 中不自媚 還記不記得這句話 通教無生觀 這一句話很重要 整個重點在這一邊 他這邊在講這個空性無生實相 若人不知 不生不媚 生媚 中不自媚 生媚法 生媚法呢 是指藏教和通教 對 藏教 藏教 藏教我們在講呢 生 是 滅的 開始 滅呢 又是生的開始 還記不記得 你看 說 生 是滅的開始 滅 是生的開始 如是生媚生媚生媚 就像人 人 一來出生 就 走向死亡 對不對 好啦 人死了之後呢 經過業力 又來生啦 對不對 好啦 生了又怎樣 又走向滅 滅了又走向來生 如是生媚生媚生媚 那什麼時候解脫啊 那這樣解脫有沒有 能不能夠進入解脫 說解脫啊究竟無奇啊 不行對不對 通教直接進入到理說 進入到理說 觀眾英元所生法 既然是眾英元所生 諸法本空無生 那我們講呢 雖然是無生 但不是斷媚 什麼都沒有 依然和和會獻齊 但是獻齊的這個東西呢 他的本體是無生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講了若人不知啊 不生不媚 你若是不曉得 諸法本空無生 不生不媚的話呢 那生媚中不自媚 你不曉得 原來是無生的話呢 那你叫生媚生媚呢 那他不會媚掉的 因為他生又是媚 對不對 媚又是生 如是生媚生媚生媚一直下去 那什麼時候才能夠入到無生呢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 不生不媚 那什麼東西是不生不媚 空性嘛 空性是不生不媚嘛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要曉得十項空性意 你不曉得十項空性意的話呢 那你沒有辦法入解脫的 所以我們講說歐羅漢 歐羅漢爭到什麼 爭到空性嘛 對不對 小聖叫內盤 大聖叫空性 用什麼斷煩惱 用什麼斷煩惱 住在空性中嘛 因為住在空性中 內心 心是內色不外援 叫做斷煩惱 對不對 對不對啊 因為你是內色 住在空性中嘛 這個時候不像外援 煩惱是外援 煩惱是外援 解脫是什麼 內色 因為你色心住在空性中 不外援 那不外援煩惱 煩惱不限期 煩惱不限期 所以這個時候叫做斷煩惱 好 所以這邊呢 若知不生不媚 生媚 終不致媚 所以這邊呢 當官入席不生 出席不媚 這裡的不生不媚呢 就代表什麼 說官這個空性無生意 不生不媚 那這樣子席呢 即是空 無人官所官 官是誰在官 我在官嘛 所官呢 什麼所官也是我 所官是喜 能官是你 也就是說你的心能官 對不對啊 就我在官 這裡有個能所嘛 就是主跟客嘛 對不對啊 所以你無能官 無所官 因為諸法 皆官諸法 皆官諸法 就是眾因言所生 既然是眾因言所生 諸法本空無生 那諸法不生不媚 所以喜呢 也不生不媚 如是 如是 皆不可得 不可得即真 真即 停心也 停心就是什麼 住在空性無生中 這一邊是禮官 禮官 前面葬教 所以我們先講前面葬教嘛 對不對啊 前面葬教 先關什麼啊 剛巧不是先講嗎 先用喜的出入 對不對啊 出入就好像是生妹 生妹呢 就悟到什麼 無常 進一步 再關怎麼樣啊 這個生的來源 對不對 眾因言所生 十相 信空無生 那你要追到怎麼樣 入到這個十相義 那這一邊呢 通教是禮官 禮官 禮官 所以這個喜啊 就代表呼吸 呼吸呢 就代表什麼 前面葬教 聖命 聖命就是我 那我是怎麼來 眾因也守生 對不對 觀眾因也守生 入到 空性無生 如是再推出來 那這個喜也是怎樣啊 不生 不媚 他這個呢 都是有一套邏輯的思路 我講過 你不可以 做直觀 我說他是空 不可以這麼說 我說他是空 他就空了 不可以這麼講 他有一套思路下來 你要跟教理結合 那你跟教理結合呢 你跟教理結合以後呢 你自己內心有著 思想邏輯 這個時候內心會不會有疑問 就不會有疑問了嘛 那你若是這樣 像一言堂一樣 我說他是空 他就空 那人家講有 可不可以變成有啊 那也是可以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不可以這個樣子 你一定要跟什麼 教理配合 有一個怎麼樣 思想邏輯 如是入到空性才可以 你要這麼樣推理 二 多貪欲則 多貪眾生 我們講說怎樣啊 不靜觀 對不對啊 現在呢 說什麼 多貪欲則 當觀貪欲非夠 無貪欲呢 非靜 非過 故不生 非靜 故不滅 不生不滅 故即空 空即真 真 故心停 觀貪欲非夠 貪 那無貪呢 非靜 這裡有一個什麼 夠靜 貪欲非夠 貪欲為什麼非夠呢 他不是煩惱 夠呢 就代表什麼 煩惱 那貪欲為什麼不是煩惱呢 貪 貪從哪裡來 貪 貪 是從什麼呀 根 對沉 生貪的嘛 對不對啊 所以貪性 我們講貪性 本空 無聲 這個無聲 現在貪欲 就等於是無聲 無聲 那無聲 這個空性啊 是不是夠啊 是不是煩惱 是不是 不是 空性非煩惱 那 無夠呢 現在 現在 夠 還有這個什麼 無夠 那無夠說什麼 非靜 這個空性 不是煩惱 那無夠 是不是 是不是 清淨啊 不是清淨 無夠 為什麼非靜 那就 無夠 也是空性 那空性怎麼非靜 空性本來就是清淨 但是無夠 為什麼非靜呢 那 你落入到了一個相對 夠 跟靜 為什麼有靜 因為有夠 因為有夠嗎 對不對啊 因為有夠 才會有靜 對不對 沒有夠會不會有靜 就沒有靜嘛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屬於什麼 相對法 夠跟靜啊 它是相對 所以呢 相對 夠 就變成是靜的條件 因為有夠 我除了夠以後 才能夠顯現出靜 對不對 沒有夠 靜有沒有辦法顯現 沒有 所以這個靜呢 也可以講說 依附在 夠的身上 所以成也是它 敗也是它 但是呢 無聲空性 這個無聲的空性呢 它是不是夠 不是夠 那它是不是靜 也不是靜 它不是夠也不是靜 所以呢 貪欲非夠 無夠呢 也非靜 也不是 因為無聲啊 非夠非靜 那這一邊講呢 非夠故不生 因為它不是夠 因為它不是夠 不是染污 它不生 非靜 所以它也怎樣啊 不滅 所以不生不滅 故即空 空即真 故心停 如是不生不滅 如是不生不滅 即是怎樣啊 空性無聲 那不生就代表它的本體 不滅 就代表它的什麼 有 那就變成什麼樣啊 空有相集 空有相集 這邊 那這邊要搞好 這邊不是講原教的空有相集 這一邊是講世間的空有相集 世離無礙 官屬即真 官屬即真 那這一邊只是入到一個空性無聲義 那入到空性無聲義 它不是原教的體用相集 那不一樣 那這邊就官貪欲 三 多稱會者 稱 稱心官什麼 官 十杯官 說三 多稱會者 當官於慈 慈慧即不生 亦不滅 不生不滅 即是空 空即是真 真故心停 這個多稱當官於慈 說這個慈 慧 慈 跟慧呢 它是什麼 相對的 相對的慈代表誰啊 慈代表行者 可以講說呢 慈可以代表行者 也可以代表呢 就是我 對不對 慧呢 就是怎麼樣 他 他 可以講說是受責 受責 所以這邊有一個怎樣啊 有一個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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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呢 能慈 慧呢 是客 那所以 那所以呢 這裡觀 智 還有觀一個什麼 他 智跟他 對不對啊 智跟他嘛 才有一個慈悲嘛 對不對 跟稱會 對不對 好啦 那那主跟客 主 主 觀 中英元所生法 既然是中英元所生 諸法 本空 無聲 所以這個 智我呢 是 空性 無聲 既然我是空性無聲 慧他呢 也是怎樣啊 空性 無聲 好 雖然 主跟客 都是空性無聲 但是有沒有 成所做事 有沒有 有 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但是 主跟客 都是空性無聲 所以 一切消歸於 無聲 所以後面就講啦 又觀 罵者是誰 罵者是誰 現在就變什麼 我被罵啦 對不對啊 我被罵了以後呢 現在觀 那誰罵我 那誰受罵 所以有一個主 有一個客 對不對啊 觀罵者是誰 誰受罵 何等是罵 那什麼叫做罵呢 罵者與諸佛等 說罵人的人 跟諸佛是怎樣啊 同等的 為什麼說同等 佛 佛所證的是什麼 空性無聲 那罵人的人呢 也是空性無聲 所以這邊講 罵者與諸佛等 皆空性無聲嘛 對不對啊 受罵者與畢竟空等 受人叫罵的人呢 他本身也是空性無聲 所以他什麼 必與畢竟空等 對不對啊 罵法與諸佛諾等 諸佛諾就是佛啦 佛聖 罵法 跟怎樣啊 跟佛聖之法 是怎麼樣 一樣的 答者受答者 答法 亦如是 究竟皆空無聲 亦因生不能見罵 眾多因生亦不能罵 為什麼 因為誰被罵啦 誰給罵了 誰罵人家 也沒有 對不對 這是入到出世間嘛 對不對 入到出世間關 沒有人給罵啦 也沒有罵的人 對不對 所以他講 為當自責 過去煩惱多 這個時候呢 就要怎樣啊 反觀 反觀呢 自我怎樣啊 這個 責備自己 因為過去的煩惱多 所以今世的什麼啊 稱惠聖 啊 今世的 稱心 嫉妒心 特別的旺盛 因為過去煩惱多啊 過去的煩惱多啊 過去的煩惱多就代表指 過去的貪稱吃多 貪稱吃多 就照做什麼啊 種種的不善惡業 啊 你的貪稱吃盛 做了很多 這個煩惱業 所以呢 過去的習氣 累積到今生 今生 繼承過去的習氣 所以今世的怎麼樣啊 貪稱吃也很旺盛 貪稱吃也很旺盛 貪稱吃很旺盛 所以呢 說這樣 若不能忍 心者 遮毒 生死無叛 應當襲之 令挺心也 若是不能夠忍的話呢 心就會怎樣啊 好像被蜜蜂一樣遮到 生死無叛 這樣子生死輪迴 就不能夠停止 所以呢 這個忍 但是怎麼忍啊 人家罵你 打你就這樣忍啊 無聲忍 無聲忍 深刻了解 怎麼深刻了解 我們訪問一下 如何深刻了解 蛤 蛤 這個都是假的 這個都是空的 蛤 怎麼這麼關呢 怎麼忍啊 對嘛 人 要跟這個實相之理結合嗎 對不對啊 觀眾因言所生乏 這個以前在三正教都講過了 觀眾因言所生乏 實相信空無聲 對不對啊 我 我是什麼 眾因言所生 所以呢 我的實相是什麼 信空無聲 我是無聲 罵我的人也是無聲 消歸於空 對不對 那這邊通教呢 觀我是眾因言所生乏 既然是眾因言所生 諸法 本空無聲 我 無聲 對方呢 也是無聲 那如是一切入道 空 無聲 那安住在這無聲法中 才能夠怎樣啊 消除你的嗔恨心啊 不是只有這樣忍忍忍忍 對不對啊 忍如可忍 啊 還是要忍 會爆炸的 不行 所以呢 世間只能夠這樣子容忍 諒解 但是還不能夠消除內心 一定要進入到 出世間法 如是觀 你才能夠怎麼樣啊 消歸於空性 那才不會爆炸的 我們講過呢 修禪定的人 坐禪的人 脾氣很暴躁 為什麼 因為他拿石頭 壓著這個煩惱槽嘛 他坐在那邊當然不顯現囉 但是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對不對啊 所以呢 你剛好有事去找他 他當然就爆炸了 那若是呢 行者 能夠 關空 入道無聲的話 這個時候 他就特別的柔和 因為世間一切皆無聲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他的貪嗔痴 他就會 他就會 消歸於無聲 所以 行者 心性有沒有柔和 就要看他有沒有 消歸於無聲 空性 所以在這邊呢 這個慈悲觀 神啊 慈悲觀實者是 觀 諸法 空性 無聲 然後來消除呢 主客 你我的對立 一切入道無聲 那 那這樣子消除你的 稱恨之心 我們休息一下 再繼續 跟著我們繼續看到 老是 找我多則 當觀其身 如屠鈕四分 但見四大六種 五音十二入十八戒 何處有我 急破我見 這個我呢 是懶聲為疾 才有我 那現在說 當觀其身 如屠鈕四分 現在呢 觀我們這個身 就好像呢 這個屠鈕一樣 這個鈕呢 屠鈕說分成四分 哪四分啊 這個我也沒有 這個我查也沒有查出來 應該依照我們的想像 頭 然後四肢腳 跟身體嘛 是不是跟尾巴這樣子呢 就叫做四分 這個也不知道 反正呢 就是呢 這個殺鈕的時候 說有四種分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人啊 經過這個人呢 一樣 這個屠鈕呢 那現在想成人 就想成西空觀 西空觀一樣 但見什麼 四大六種 四大我們就是地水火風 六種呢 六種就是加上空視 加上空視 就是六種 那五陰 五陰就是五韻啦 那五韻呢 使者呢 相對的就是講 五根 顏耳鼻舌身 那對著就是 色身相味處 所以五陰呢 有時候就是講五韻 那也就是講 人 那就是講色身相味處 就變成是外在的世間 那相對五根 顏耳鼻舌身 就是指我們這個人啊 那十二入 十二入 就是根層啊 十二入 十八戒 根對層 它有一個什麼 界線 就有眼視 對不對啊 它有一個界線的十八戒 那所以呢 這邊講呢 這個 五陰十二入十八戒啊 可以講說是眾生的世界 也就講我們這個世間 我們這個世間 對不對啊 就是這個 五陰十二入十八戒 构成呢 就變成 四大六種 那 所以呢 除了這個東西 何處有我 那我在哪裡 我呢 是一個什麼 永恆不變的本體 所以有沒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啊 沒有 急迫我見 那 文是這麼樣子寫 那死者呢 這一邊 這一邊 當官其身 如屠紐 四分 那 它是用這個做疲譽啦 實者 就是說 觀眾陰眼所生法 既然是眾陰眼所生 諸法 本空無聲 對不對啊 啊 實者是這樣子 破掉這個我 那破我的目的再入道 空性無聲 出世間的實相 無 愚痴者 對 因言觀 所謂的愚痴呢 就是 愚禮 不平 我們講說 愚痴的眾生呢 將來墮入到 畜生到 為什麼說墮入到畜生到 為什麼說墮入到畜生到 為什麼說奸灘墮入到惡鬼到 你看喔 惡鬼 為什麼會變惡鬼 惡鬼表現在哪裡 吃不到東西嗎 惡鬼百千節啊 這個 吃不到東西的 所以叫惡鬼 那 他相對的說 為什麼是奸灘 灘 這個有沒有人嫌他錢很多 只有說錢不夠多 沒有說錢很多 對不對啊 來自他已經累積財富 百千萬億 他還是覺得怎樣啊 這個不夠多 對不對啊 所以代表人的貪是怎樣啊 是無止境的 貪是無止境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多了成為惡鬼 永遠是嘛 得不到 得不到就代表什麼 貪永遠不能夠滿足嘛 對不對 那愚痴的眾生 為什麼說跟畜生到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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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什麼過活 只曉得吃啦 你看喔 動物這個畜生啊 吃飽了他就怎樣啊 對他就睡了 他吃飽了會不會想說 下一餐在哪裡 我再去抓一點來 儲存 會不會啊 不會啊 他只要吃飽他就算了 所以你看呢喔 獅子虎狼呢 這個獅子後面跟了一大堆動物 為什麼 等他吃飽了以後 吃剩的他才吃 對不對啊 他吃飽了以後呢 其他的動物 會不會再去撲殺一隻 他也不會為了下一餐說呢 趕快再一隻 下一餐好吃 他也不會吃飽 他只知道吃 你給他吃呢 他就很乖 就跟你養的這些動物一樣 他只曉得吃 所以我們才講什麼 魚吃的眾生 為什麼 啊 是墮落到畜生到 就代表什麼 魚理不明 魚理不明 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 是非三二你不明 再來呢 你不能夠入到什麼 出世間 你也只曉得做善事 但是呢 你不能夠脫離 生死解脫 這個叫做魚理不明 那因為你累積善 你這隻善呢 但是呢 這個 沒有 這個 天分 生不了天 當人呢 有時候又迷亡 沒有這個智慧 當鬼呢 又不夠格 一世夫就落入什麼 當畜生 當畜生 當畜生啊 因果不昧 因為過去你做了很多善事 所以呢 雖然當畜生 哎呀好過人 所以現在流行寵物 對不對 這個寵物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啊 哎 那你看那個寵物呢 那你看那個寵物呢 現在你看喔 夏天有冷氣 冬天呢 這個有暖氣 天天上美容宴 對不對啊 比人還好 但是呢 這個福呢 也要值得生嗎 福如果是值得不生的話呢 當寵物呢 有可能呢 養到一半也變成流浪果窩 出去流浪的嗎 對不對啊 所以這個福報呢 也要種得生 當寵物才能夠 善終終其一生 那這邊講 愚痴者對因緣觀 因緣觀就是什麼 禮 對這個禮啊 不平 那愚痴呢 對這個禮呢 什麼禮呢 說啊 對這個因緣觀之禮不平 那這邊的因緣觀呢 有破世間 入到初世間 那這邊觀 三是因緣破斷腸 二是破果報我 一是破性 我們講呢 這個三是因緣破斷腸 三是因緣破斷腸 我們講斷 斷就是怎樣啊 斷就是斷妹啦 斷就是斷妹 就代表呢 無來生 腸呢 永恆不變 那三是破斷腸 我們講 三是破斷腸呢 他講過去為因 現在呢 為果 那現在的果呢 又變為 因 又變成呢 未來的 果 如是呢 就變成什麼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有過去現在未來 說斷 斷就變成呢 一世論 還有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 三是因果說有沒有未來 有沒有 怎麼想這麼久呢 三是因果講有未來嗎 不是告訴你們有過去現在未來嗎 對不對 斷就是怎樣啊 沒有未來 就只有現在啦 那我們講說 現在是因為是過去的因 成為現在的果 對不對啊 來現在的果又變成未來的因 就變成未來的果 所以呢 有未來 就是說 有來世 不是只有這一世而已 所以破掉什麼 斷 長 是永恆不變 永恆不變 那我們講說 有三世啊 人死了 死了還會再什麼 再生嗎 對不對 他是不是永恆的 他也不是 他不是永恆不變的 說怎樣啊 是便利的 是無常 不是啊 這個是長 所以三世因果啊 破了什麼 斷長 那二世呢 二世說是破果報我 二世破這個果報我 我們講有過去 那這個果報我呢 果報 說我們有過去 說我們有過去 我們的現在是有什麼 過去而來 對不對啊 那有現在呢 將來還會怎樣啊 有一個什麼 未來 還有一個未來國 那果報我呢 我 變成自在 長 不變 那 那也就是代表什麼 一世論 說這個一世論 只要這一世而已 沒有呢 來世 那 那說呢 不對 不對 這個有現在 現在的果 是因為什麼 過去的因 所以現在的果呢 果又會變為什麼 因 還會有什麼 來世的果 這個不是只有今生而已 不是極了今生 所以它呢 是破這個怎樣啊 破這個什麼 破這個段妹 段 破這個段妹一世論 破這個段妹一世論 有果 推暈 有果 推暈 知道怎麼樣 有未來 那一世呢 說是破性 一世破性呢 性 不變為異 性不變為異 我們中國人講的 說啊 江山易改 本性 難移 對不對啊 為什麼難移 代表什麼 不變 所以性 我們講不變為異 以前我們講空性 有沒有 空性呢 這個性啊 有三個含例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不變 對不對 第二個呢 含長 第三個呢 人生 那 性不變 有異 什麼不變 空性不變 空性不變 再來 含長 含長 就是什麼 含一切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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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隱還是賢 對 它這一邊呢 是屬於隱 含一切乏 未顯現 因緣和合呢 它就會限期 人生 那人生 那人生限期呢 它是屬於隱還是賢 對 它就是賢 顯現出來 就變成是什麼呀 世間俗地 對不對啊 它的本性是空 是真地 對不對 所以這個空性 這個性 含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 不變 第二個含長 三 人生 這個就像什麼呢 就像我們講的 講的什麼東西 講的 阿樂耶識 有沒有 阿樂耶識 本身是空的 但是什麼 含長一切乏 又叫做葬式 有沒有啊 含長一切種子 對不對 因緣和合 種子現形 是不是人生 有沒有 跟這個像不像 對 本來就是嘛 那這個是大聖的空性意 才講到這個 那小聖呢 我們主是入到什麼 空性就可以 那這一邊呢 一戀破性 性呢 不變為異 不變為異 不變為異就代表什麼 是長 永恆不變 那 那 一式十二因緣 我們又叫做什麼 又叫做一戀十二因緣 那 這個一戀 一戀永不永恆 不永恆 不永恆 你看 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什麼 無名 無名 原什麼 行 是 明是 對不對 你看 人 人的眼睛 一看到對方 一看到對方 就馬上怎樣 生其 愛其友 這個 六入跟著怎麼樣 觸 受 跟著什麼 愛 取 由 生 老死 對不對 你要知道 我們眼根 六入 一觸 觸呢 這個是不是對著外臣 對不對 觸就變成什麼 根 臣 合 對不對 根臣 合 這個時候就有了什麼 根臣合 煩惱生起沒 還沒 還沒啊 根臣合 生起了沒 還沒 對還沒 根臣生起 還沒 受 受 受這個時候就覺知了 對不對 啊 受呢 這個時候覺知 愛 愛就代表什麼 分別 對不對啊 你沒有分別怎麼會有愛呢 有愛就有什麼 就有恨嘛 對不對啊 順你的心就愛囉 不順你的心就恨囉 對不對啊 那為什麼會有愛恨呢 分別嘛 對不對 那分別以後就會怎麼樣 直取 到底是愛還是恨 對不對 那這一邊呢 就好像我們講的什麼 第五四 跟陳和合 什麼 受 就好像什麼 第六四 分別 分別 這邊 就開始 直取 愛跟取 實者是等同的 因為 當下 那一撒那 愛的當下 就是等於取 你不取怎麼會愛呢 對不對啊 啊 所以呢 這邊呢 這邊就好像五六四 所以我們 第五四呢 一接觸的時候 他不取或照夜 純粹的 我眼睛看的 這個只是呢 看到而已 第六四才看到 哦 這個是白的 這個是藍的 這個是黑的 是這樣而已 當中的差別呢 愛恨 生起沒 沒有 跟著 透過第七四的直取 第八四 啊 我喜歡這個紅色的 所以我時常用紅色 我不喜歡 黑色我就怎樣啊 少用它 就會變這個樣子 啊 那所以呢 這個 觸以後 你看哦 這個是屬於撒那間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愛恨啊 是眼睛一看到 馬上反射動作出來的 對不對啊 有沒有慢慢 你要再想一下 沒有的 一看到馬上就生起 那這個生起呢 事實上這個是直接的反射動作 但是我們佛寫在講 就什麼呀 就變成 這個慢動作 一個一個給它弄出來 對不對啊 所以在疑戀當中裡面 你看哦 它的動作是不是好多 事實上呢 眼睛一看到已經馬上 接受以後已經怎樣啊 透過你的思緒 加以分別之後 產生的動作 這個動作快不快 很快的 愛恨馬上出來 它是一個反射動作 我們看到一個反射動作 死者是怎樣啊 已經經過腦筋的轉動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愛渠 為什麼會有愛渠 為什麼會有愛渠 愛就是因為前面的無名 無名你才會愛渠 這個時候叫什麼行 無名行 對不對啊 所以在這一邊 一戀裡面就有什麼 十二因緣 你看一戀裡面就有十二因緣 一直在轉變 所以呢 這個是不是不變 永恒不變 不是戀戀生妹 一直在變異 所以你看呢 男女之間 此心不渝 對不對啊 對不對啊 金玉世蒙 這個很快的 你看哪一個呢 世紀婚禮越誇張的 離婚越快 對啊 生前愛的你死我活的 結婚後離婚的最快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啊 這個人是怎樣啊 心是怎樣 便利的 很快的 所以這邊破常見 一次破性破常 所以三是破斷常 二是呢 破斷見 一是破常見 善用無法治心 心則安住 得觀無聲 那無聲獻前 急破煩惱 有之友善 名為出嫌 那這一邊呢 破了三是二是一是 最主要還是一樣 入到什麼 無聲 入到空性無聲 那這一邊就是講五挺心 善用無法治心 這五個法呢 針對你的煩惱 為什麼講五挺心 講六挺心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來講六挺心可不可以 對啊 多一個可不可以 多一個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啦 七挺八挺都可以啦 只不過也可以講說什麼 普羅大眾來講 一般我們來講 一煩惱而言 這五挺心啦 我們的凡夫啦 差不多不出這個五挺 這五種啦 所以呢 世尊講這五種就夠啦 所以這邊講善用無法治心 心則安治 那這五法是屬於對治法門 對治 入呢 入到這個十項無聲 那心則安住得觀無聲 無聲現前急迫煩惱 我們講過 我們是住在無聲 住無聲是內涉 煩惱呢 是外源 那現在你能夠住在無聲中 那煩惱急迫 有直有善明慧出嫌 直有禮有方便善喬 那這個叫做出嫌 那賢惱我們講七賢惱就是五挺心 別項鍊 左項鍊 加上鑾丁仁 四第一叫做七賢惱 那這一邊 總括來講 這邊是出嫌惱 對 那這一邊呢 我們都是呢 這個觀無聲入離 那要不要像前面呢 他觀聲不敬啊 這個 觀這個 像前面五挺心講 這個觀 這個什麼 多貪眾生 不敬觀 多撐眾生 慈悲觀 散亂眾生 蜀習觀 與視眾生 陰眼觀 多葬眾生 念佛觀 要不要用這個觀法 要不要啊 不必了應該直接管理對不對 對不對啊 立根 對啦 他頓根了怎麼辦 頓根了怎麼辦 頓根了怎麼辦 頓根要再關 那立根要直接管理 那要不要再關事啊 要不要啊 要啊 關事做什麼 頓根才會關事 頓根才關事 立根呢 就管理就好 就不用試了 對不對 李氏通要 為什麼 那這個呢 第一個我們先分 當教有立根跟頓根 那他們都能夠直接關無聲禮 對自我煩惱的斷除 第一個我們先講 對自我煩惱的斷除 兩個都能夠關無聲禮 立根的行人 直接關無聲 他關無聲 直接入無聲 這一邊 直離而入 直行正道 就可以了 斷煩惱 但是頓根的人呢 知道理無聲 像我們 譬如說我們知道是無聲啊 但是我的煩惱很重怎麼辦呢 雖然關無聲 但是有時候怎麼 哎呀看到好吃好喝的 又受不了了喔 對不對啊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試修 修對自法門 加以對自我們的煩惱 因為煩惱不能夠控制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修不禁觀 要修這個慈悲觀 來對自 才可以 事實上那個字也是可以的 助到法嘛對不對 修對自修對住 那是可以的 是可以共通的 那你看經文有一些呢 因為有時候 他好像 你以為他寫錯字喔 事實上有時候你想一想 那他不是錯字 對自法門跟對住道門 一不一樣 一樣的嗎 你懂不懂 是一樣的吧 所以你不要一直呢 好像一定要這個字才可以喔 不是的 只要一理相通 那就可以啦 所以對自法門跟對住道門呢 是一樣的意思 對住法跟對自法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頓跟的行人啊 他知道但是呢 煩惱重 不能夠控制 他就必須要加修對自法門 這個是以智力來源 那現在通教 通教進入到大聖 大聖講的是什麼 菩薩道 菩薩道要怎樣啊 利他 那利他而言 若是利根的行人 利根的菩薩 他可以直觀無聲 斷自己的煩惱 但是他現在要度化眾生 眾生有沒有你的利根啊 沒有 沒有那眾生頓根怎麼辦呢 你要叫他施修 對自法門 但是 你有沒有修 沒有修 那沒有修 那可不可以啊 不行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利益他對不對 所以利根行人 他修理官自我斷除煩惱 他也要什麼 施修 施修在什麼 利他 欸 施修利他 他也要施修 所以你可以看呢 在這個通教裡面 為什麼外凡 他還是一樣 要有五庭心 多貪眾生不敬觀 為什麼他要修這個 利他 要利他 所以自利一個法門 利他呢 就要無量法門 就是在講這裡 所以 若是這麼講 他除了理官 以 理官 以外還要在什麼 加施修 所以呢 若是以自利而言 利根的行人 這個理官為主 理官為主 對不對 施修呢 施修就為輔了 如果是以利他為主 利他為主 那施修就變成為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一個自利跟什麼 利他方面 明明這邊講到理官 為什麼又講到施修呢 原來要利他 原來要利他 對不對 那利他這一邊 菩薩入 這個利益眾生 這一邊就是屬於頓根性的行人 他需要施修 所以這邊雖然觀無聲 但是施修呢 他也要 他也要 只不過觀聲不敬 他也一樣入到無聲 那這一邊就是說 為什麼呢 大聖他也要學小聖法 好 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先來回向 怨霄三丈 諸煩惱 怨德 智慧 真明了 普怨 罪障 西消除 世事 禪行 菩薩道 好 後面這一段 因為 下面那一邊有個 二十種 壞殘疾 跟十種成殘疾 那一邊呢 這個註解比較多了 所以我們留著下一次再講 不然也講不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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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